所以您这样进了服务业饭店业30年了 您觉得30年 有没有令您特别感动的一幕呢 其实有很多同事在工作 或者帮忙客人的服务的身影 我看了都很感动 但是最近我自己看到一幕 觉得非常深受感动 就是我们一个非常年轻的同事女生 在餐厅里面工作 那出去玩的时候 小朋友因为活动力比较强 那有时候吃的东西比较多 所以在用餐的时候 就吐在地毯上面 那吐了以后就自己大哭 妈妈抱着她也不知所措 大家在吃饭 我们一个年轻女生的同事 马上跟她们讲说没关系 跪在地上 拿抹布 拿餐巾纸 非常认真的把那个地方把它打扫干净 一边还安慰这对母子 我在旁边看我就想 就是说我怎么有这么棒的同事 这么年轻的人肯做这样子的工作 我自己就想就是说我们做服务业 就是我们开家饭店是饭店里面所有员工 大家想把饭店做好 大家想款待客户 那那个梦想变成大家一起的时候 其实就更过瘾 那您常常提醒我们要怎么学 讲话之余要学听话 怎么听人家说话 以免不知不觉会说错话 对 所以沟通学这门课到底要怎么修您觉得 才能像您这样那么高分呢 其实这个最不会听话 也不会讲话的有两种人 一种人是高阶主管或老板 另外一种人是刚进社会的新鲜人 那刚进社会的新鲜人 因为现在人沟通的工具都是用科技在沟通 很少人真实的人面对面的沟通 那大家呢真正谈话的时间 能够深入的思考和讲话时间也变少 所以你当没有表情的时候 你讲不出话 或者你也听不懂人家真正在讲话 里面代表的意涵 那高阶主管因为都要别人听他的嘛 所以他想怎么讲他就怎么讲 那别人讲他就不听 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的沟通 就是在这两端 其实都有在继续学习和改善的地方 很多时候比如说我们在做服务业 客人问你问题 或者是客人在讲述一个事件 也许他真正的需求不在那 那我们服务业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就是要美好的暧昧 他不把真正的东西讲出来 但是我做出了他的需求 达到他要的东西 那个东西其实是一种 我觉得蛮美的境界 但是以前好像服务业都觉得 顾客永远是对的 但您似乎还是有一些例外 不这么认为对不对 因为其实客人的抱怨 有的时候也许是因为 他本身的生活习惯 他的价值观跟我们不一样 那如果我们可以了解他背后形成的原因 诚恳地去沟通 常常抱怨的客户到最后变成好客户 但是有一种特别的情况是 客户的要求根本其实我们做不到 或者客户的要求 逾越了人跟人之间应有的那个礼貌 就是逾越了某一条红线 那在这个时候我自己的解读 他要买的东西我这边没有卖 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当我的客人 我想逻辑很简单就是这样 那有心要来当客人 有心要来被服务的 永远我们都很乐意来帮忙 但是如果他今天要来买没有的东西 那就很抱歉就没有办法当客人 对所以在SARS期间曾经有个案例 对不对 您有很客气的下了一个令 就是请你令命一他处这样 对对对 那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SARS期间其实大家都很紧张 那我们在在日本老爷在在在做 其实也经历了很长时间 今天的住房率只有两成一成 薪水几乎快发不出来 那大家都很害怕 怕失去工作 怕这个看不到未来 那好不容易呢 经由我们所有同事的努力 那因为台东是一个 没有SARS案例的地方 我们鼓励大家移民到台东 在那边好山好水 躲避病毒 那生意非常之好 每天都八九成 很多常住的客人 但是呢 就是过了一阵子突然有一个人 在电梯里面告诉同电梯的人说 在一楼电梯 大家进去 他跟其他人说我有SARS 吓坏了吗 吓坏了 所有的人跑出来 然后通报给我们 我们去跟这个客人 询问 说请问你有感染吗 他说没有 那我说请问你为什么要讲这样的话 他说因为啊 他不希望别人跟他坐同一台电梯 就是非常妙 我们听到这个也真的是 其实我那个火冒不是三丈三百丈 因为好不容易大家有一个生存的机会 同事有一个努力工作的机会 而我们非常之努力 所有在这边的人也感觉很舒服 也觉得很好 但是就有这么自私的人 为了他自己可以讲出这样的话 那而且我们当初要请他走 他还说他要找电视台来 说我们要赶他走 投诉吗 对 然后他要去跟电视台讲说 他可能会有SARS 他住过你的地方这样 就是你说这样子我怎么帮他服务 你说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 顾客都还是因为是对的 那对我的同事 对其他想要住在这个地方 过生活的人 那怎么去解释呢 所以只好就 这个套机现在的话叫做 谢谢再联络 对 就是我看到您的字述是说 您是会喷火的出馆 这跟外面 像你的形象其实是有落差的 最喷火最严重的 你还记得是哪一次事件吗 其实我自己不晓得 就是我同事跟我说 我以前还在资本海当总经理的时候 我同事跟我说啊 他们从我的飞机啊 还在台北准备要起飞的时候就开始紧张 就开始巴抖了 对 然后呢 这个接我的那个司机呢 也非常紧张 我后来发现真的 司机在车上没有跟我讲过一句话 那准备好在车上要看的资料 我自己就闷头看 进了饭店呢 因为也许在台北有几天都不在 所以呢觉得什么事情都不对 因为没有你在那边弄 在调整啊 在看啊 所以他说我只要回去饭店那一天 所有的人呢 都是红色警戒 对不对 强烈台风预报的 SOS 对就是一个小事情就会 就会让我整个人跳起来这样 或者说这个 等于每一个人都要接受严厉的这个挑战 那我自己其实自己毁然不知的 自己觉得自己还是很客气啊 还是很理性地跟他们讲 其实每一个人都非常害怕 而且我讲的态度其实是很苛刻的 但是自己不感觉 很多时候人都是这样 人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 也不觉得自己的态度 有什么不好 那我唯一的好处呢是 身边还有一些朋友 愿意相信我是一个理性的 或者善良的人 所以敢跟我讲很难听的话呢 比如说像刚才这种情况 如果不是同事跟我讲 我自己哪会去想想 就是说我真的对人家压力这么大吗 我真的这么苛刻吗 我真的去了台北跟回来会有不一样吗 但仔细想想真的 那我觉得人啊 做人好玩的地方就是 永远都还有进步的空间 那我讲这个事情其实已经大概是十二三年前的事 那一直到今天我突然觉得 做人啊有些地方真的还可以努力 还可以改善 那我觉得有这种心啊活着比较快乐 做一个有勇气的其实最重要 应该就有勇气的跳去做 那跳去做以后才真正会学习到 才真正会开始属于自己梦想的道路 才开始走 我们下早前发联炼 猂ล 没要感觉 刚刚这specific架子 那么这不会挺有空 还有 感谢观看